现在很多宠物博主不管怎么拍自己家狗子就是不火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家狗没有匪气 有了匪气之后 你家狗想不火都难 那你知道什么样的狗才叫有匪气吗 你不知道 诶 我知道 今天我就让你尽时见识狗界的三大汉匪 要说匪气最重的权种 那必然是二哈 要说匪气最重的二哈 那必然是狗霸天 像拆家咬鸡这种二哈必备技能 霸天根本不在花下 霸天之所以能在众多汉匪二哈中拖颖而出 靠的不仅是自身能力出众 更厉害的是他有一众小弟 还火作案轻零若小 你看他们把小花狗吓得都开始说人话了 一只小狗得受多大刺激才能说人话 可见霸天在村里的势力得有多么庞大 所以你说狗霸天能不火吗 就是苦了霸天妈 但是霸天妈一人吃苦我们全民快乐 我觉得值 所以二哈还是得看别人养才最开心 说完五匪那必须还得有文匪 说到文匪 第一个想到的必然是连续两年多蹭同一款饼吃的饼太郎 他叫堂堂 是一只11岁的二哈 靠着自己智慧的气质成功打击了烧饼店老板娘 天天都去蹭一块饼当保护费 因为长期吃饼 堂堂的体重飙升 从一只平民无奇的哈尔西 变成了住院于任的阿拉斯加 人送外号饼太郎 可人家堂堂明明是个女生 怎么能叫饼太郎呢 应该叫饼大娘才对 堂堂时间也让我有两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一是吃饼真的会长胖吗 二是这饼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让一只二哈百吃不腻 就是说老板娘给我个收款码呗 我给堂堂刷50个饼 顺便再给我寄两箱 我和霹雳也想尝尝这饼的味道 说了两只哈尔齐了 最后这个汉匪必然不能再提二哈了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 如果狗子没有匪气 那铲使官可以有匪气啊 甚至可以当汉匪头子 比如柴犬陈比方 他妈 要说比方妈 绝对是宠物界的一股泥石流 能让柴犬大脑萎缩自费双耳 这相城功底 恐怕也就郭德纲的与之匹迪了 我就想问比方妈一句 你说相城还缺捧根吗 我想报个名 郭德纲子红全靠爆料 鱼氏家族的证人人士 比方妈子红靠的是 各种花式精神折磨比方八方 以我看不如再养个哈尔齐叫Q方 这下就真的是BBQ了 哎 看看比方妈的脸 再想想比方妈的嘴 我知道我错了 你都别说了嘛 如果有一天 你不想做宠物圈的汉匪头子了 欢迎来做我的哑巴新娘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去at我 Respect